作法 做法呢首先將節瓜的頭尾去除 橫切大塊 中間畫上十字 番茄去頭底部切平一點點 將醬料的食材放入小鍋中 用小火慢慢的熬煮到濃稠 這裡呢需要幾分鐘 接著厚厚的塗在節瓜與番茄的表面 烤箱用180度先預熱 接著放入塗好紅豆醬的蔬菜 烤十到十五分鐘 保留蔬菜略深的鮮脆口感 烤好後撒上白芝麻或者是核桃 放入小檔點綴 將甜樂醬搭配在鮮味 特別豐富的完熟番茄上 一口咬下 充沛的番茄汁液 與濃稠甜樂醬 更是能引出番茄豐富的酸甜鮮味 鮮味 進入咖啡 再上槍 尾聲 感谢观看